马可福音第六章前半段 我们这段经文会到第二十九节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一起看到 当一个人三心二意的顺服神 结果会如何呢 那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会看到 西律王呢 他喜欢听道 但是呢 顺服神却是三心二意的 那我们看到当他这样子三心二意 后来结果如何呢 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来自我反省 我们顺服神会不会是选择性的顺服 会不会有时候想顺服 有时候不想顺服呢 会不会说想做的才做 不想做的就不做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六章 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讲到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 就是拿撒勒勒 在那个地方呢 他就服侍了 结果呢 这些众人啊 就是他的这些乡亲们呢 听到以后啊 我就非常的惊讶 哇 这个人出去一趟啊 现在怎么会好像特别有智慧 又特别行各样的神迹奇事 然后呢 想想 他不就是我们的这个熟悉的邻居 就是一个木匠嘛 普通的一个很平凡的木匠 那而且他的弟弟啊 妹妹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人啊 没想到呢 因为熟悉耶稣啊 反而就怨起耶稣了 那 这耶稣呢 就对他们说啊 这些先知啊 就是神的仆人 除了 这个 在自己的本地之外 都是会受尊敬的 换句话讲呢 在自己的家乡啊 反而不受尊敬 为什么呢 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态呢 其实呢 中国话也讲 这个 外来的和尚比较会念经 所以 其实呢 这就是一种 人的心态 那如果没有新鲜感的话 那就 觉得很熟悉啦 就想说 哎呀 不过如此啦 就是这样子啦 以前是怎么样 以后也会是怎么样啦 所以呢 就没有什么样的期待 那就好像呢 常常 对自己教会的牧师讲道 讲说 啊 这个我们都已经 对牧师很熟悉啦 他大概会讲什么 我也知道啦 那 现在 也没什么新鲜感啦 所以听讲道呢 也没有特别的期待 那 其实呢 我们不是要 看外面 不要看 哎 讲员是谁 重要的是什么呢 重要的是 每一次神会对你讲什么 那神会透过不同的讲员 来说话 那 所以 重点 就是 是神在对我们讲什么 不要因为说 对某一个人呢 是我们自己所熟悉的 可能是我们的家人 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好朋友 那我们就觉得 他跟我不是一样吗 我为什么要听他的呢 所以 重要的 就是神 是不是有透过 这个人 来向你说话呢 只要有一个能听的耳 受教的心 其实 任何一个人 都可能 神会透过他来 向我们讲话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耶稣他怎么样 拆派他的十二个门徒 两个两个出去 给他们权柄来赶鬼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两个两个出去啊 也很重要啊 一个人出去的话 就不像两个出去 那个互相的遮盖 互相的扶持 互相的搭配 所以两个两个出去 团队出去服侍呢 是更理想的了 然后呢 就讲到说 你们出去的时候啊 不要带食物 也不要带钱 除了拐杖以外 什么都不要带 那这个外套 穿一个就好了 不需要带两件了 然后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 因为 我们看到 其实 就是神会供应 他们的需要 那怎么样 供应他们的需要呢 其实就是透过 他们所服侍的 那个地方人的接待 所以呢 当这些人 接受服侍的时候 也应当要来 接待 这些神的仆人 所以这就是一个 神这次拆派 他们出去的一个做法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 就是之前讲到 西律的故事了 那西律王啊 听到耶稣的名声这么大 那他认为耶稣是谁呢 他居然认为耶稣 就是施洗约翰 从死里复活了 那为什么他这样子认为呢 因为施洗约翰 就是他杀的 然后 这个杀了以后 心里非常良心不安 所以一直好像 阴魂不散在他心里面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 他当初要杀施洗约翰呢 因为施洗约翰呢 曾经来指出他的一个错 不应该娶了他弟弟的太太 西罗底 那当然 西律听到他这样的批评 很不高兴 就把他关到监牢里面去了 那他太太西罗底呢 更是想恨他 想要把他给杀了 那这个后来呢 在西律的生日的时候 就请了很多的人 然后他的西罗底的女儿来跳舞 大家都开心的不得了 可见得他跳舞一定是 非常的厉害 那这个西律王啊 居然就做了一件非常蠢的事情 也非常冲动的事情 他说啊 你跟我要什么 我都给你了 那就算是 你要我国的一半 我都会给你 跳一个舞就会这样 然后呢 他就出去问西罗底 他的妈妈 说我要跟他求什么 所以他们没有求是国的一半 没有求金银采宝 没有求豪宅 他就说 我要吃起伤的头 所以可见得啊 有些人啊 心里面充满的是什么呢 就是仇恨 就是这种怨恨 那他们真正想要的 就只有一个 就是要除掉心头就恨 所以我们看到西罗底 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结果呢 这个西里王就非常的忧愁 但是呢 因为已经 这个话都讲出去 收不回来 就把 这个 施洗约翰 就给斩首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 施洗约翰 他本来是 非常的 真的尊敬 这个 西里王非常尊敬 施洗约翰 但是呢 他呢 就是 对施洗约翰的 话 以及 对神的顺服 是三心二意 当施洗约翰 直接指出他的错的时候 他就受不了了 他不是认罪悔改 反而呢 把施洗约翰给关起来 最后把他给杀了 所以呢 我们也是一样 要小心 不要 对神的顺服 是三心二意的 不要是选择性的 而是要 长存一个顺服的心 当然呢 我们有时候 真的很难 做到顺服 做不到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就是 我们可以跟神 就很坦诚 说神啊 我做不到 我向你来认罪 我向你来承认 求你来帮助我 那 当我们这样诚实的 面对神 我相信神能够理解 神也能够帮助我们 给我们力量 最终 能够真正的顺服 愿主帮助我们 有一个全心 顺服他的心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